一個男人在封鎖室外 和警方爭執,之後被帶走 飆了9點多 在限制區的南京街封鎖室外面 一個帶著環保袋的男人 不滿警方不讓他返回區內的住所 雙方爭論 其間那個男人懷疑向警員揮拳 被警員按在地上鎖上手扣 其後被帶到限制區內